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光临NURLM频道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位电视粤语片的著名女影星 她就是雪梨 雪梨,曾经是1960年代至1970年代粤语长片的女主角 她在1969年嫁给唐佳之后,就适应了 即是不再拍戏了 直至1997年才复出,加入无线电视 直至2020年就退休了 雪梨,她原本姓洪,全名叫洪雪梨 她就是生于1945年9月27日 有两个小孩 说回雪梨,小时候的家庭背景 雪梨小时候,家庭背景因为有些问题 差点被人送到孤儿园 后来就幸运得到有心人收养她 收养她的人,在她两岁的时候 就带了她来香港定居 雪梨是1962年 在香港就开始出道拍电影 当年的武核片公司 主要是拍武核片的 这间公司就是先学港联 当时先学港联很喜欢起用新人 雪梨是其中一个被先学港联起用的新人 当时是粤语片的首席武打女声 而且雪梨还有一个好得人喜欢的称号 她叫做甜妹妹 早年,雪梨多数是参演武核的粤语片 在1966年,雪梨主演了一部电影 这部电影就是《铝黑合木兰花》 这部电影就大受欢迎 也成为雪梨的代表作 在1969年,雪梨就嫁了和唐佳结婚 嫁了给唐佳 之后就宣告逝影 退出这个娱乐圈 雪梨就有两个小孩,两个都是儿子 其后,小孩大了,就可以回出来再拍片 在1997年,她就加盟无线电视 多数演一些母亲的角色 又或者奶奶的角色 出来在无线电视演出过多部电视剧 剧中的角色大部分都受到欢迎 这些观众很多都喜爱她的角色 譬如说 在电视剧《天地豪情》里面的 《顾玉薇》《梅衣》 《难兴难帝》《之神探》《李奇》里面的 《黑玫瑰》《情双双》 《创世纪》里面的《李碧珍》 另外《美媚情缘》里面的《夏桑菊》 《洞督神探》里面的《刘并帝》 即是Betty 《我的野蛮》里面的《罗慧卿》 《铁血保镖》里面的《郑秀平》 另外《古灵侦探》 和《古灵侦探》里面的《张牧兰》 《绝代双娇》的《夏清清》 《老公万岁》里面的《南不幸》 《九江十二方》里面的《宋美琴》 《结婚方程式》里面的《罗少雄》 和《岸磕三十六小时》 《第二期》里面的《夏冬梅》 《涉剑上的公堂》的《包香》 即是包夫人 和《申抱喜相逢》里面的《忠心妈祖》 《陈英梅》等等 都是《劇》里面的一些重要配角 和主角有很多对手戏 所以一般来说 他并不是以普通的闲角身份来出场 而是有很多重要对手戏 在2013年11月4日播出《岸磕三十六小时》 《第二期》第一集 《雪梨》所饰演的病人《夏冬梅一角》 在结尾部分因为心肌梗塞而逝世 死前无论经历了多多少少甜酸苦辣 最终都可以无遗憾地安长地离去 这一幕令观众看得相当感动 在2013年 阿雪梅在《万千声辉颁奖》 《万千声辉领做无线电视》所颁发的《杰《 fij水》 《 sociedade豆子世界哟》 《无线电视》23年的贫主关系 除了之后,他就宣布适影,不再拍了 《食老喪逼》这一套剧集 就成为他在《无线电视》最后拍摄的作品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 想说来甜妹妹的戏剧人生 分享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 感谢这条片的朋友,希望大家留言、点赞和分享 亦希望喜欢我们这个频道的朋友 或者未订阅我们这个频道的朋友 请大家多多订阅我们这个NURM频道 好,我们下一集继续和大家分享 说来的戏剧人生 好,今天拜拜